現在我們要給各位看就是說 有些時候像我們剛剛跟各位提到的 比如說像串流式的廣播 像這個教育廣播電台 它的這個播放的是用這樣比較特殊的格式 串流式的格式 那這個時候其實你並不能夠怎樣 直接按右鍵定存 這樣是不行的 這樣是不行的 那怎麼辦 因為我們可以先播放看看 它會直接打開相對應的媒體 以這個來講它是微軟的串流 這個季節就是夜營 OK 看到了 那你要怎麼做 沒關係 你還是可以把這個網址把它複製起來 把這個捷徑把它複製起來 那我們執行這個小軟體 執行這個小軟體 點進來 OK你就選了 那剛剛這裡面我有放那個教學網址 因為我在部落格上有寫 好 你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要不要檢查更新 這個都沒關係 好 OK呢 您可以來到這裡 這裡裡面有一個叫做 開啟網路串流有沒有 事實上這個軟體本來是一個 就是好像MediaPlay一樣 是一個播放程式 可是它主要不要的是這個功能 就是它可以幫我們錄這個網路的串流 所以你可以開啟串流的 然後你把你的網址貼進來 然後 就這樣 它現在就開始 就很單純 它就是一比一的方式 就直接開始把你指定 就是它播送 我就這樣錄字 等到你覺得OK的 停止的 那這一段就錄完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是那個串流的那種視訊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有看過有些是 主串流視訊 串流視訊 不只是只有剛剛那個MMS是微軟 還有其他的 還有其他的 好那 就這麼簡單而已 你可以稍微查試看看 然後它會找空曠 所以為什麼它叫的是很響 因為它必須要很尖銳的聲音 好 發現我們剛剛更正一下 你從這邊是只有聽 在這裡有個轉換跟儲存 我剛剛忘記從這裡來 一樣網路貼進去 那這個時候它這裡 它就問你要存在哪裡 要存在哪裡 那原則上你可以自己選擇 看你要哪一種 你看這裡有沒有有視訊的 對不對 你看它這邊是用H.064 假設是視訊的 就用H.064 聲音就用MV3 去做轉換 那你如果是單純的 只有Video的 就是只有Audio的 也可以直接變MV3 像這個來講 其實它就沒有什麼 視訊的畫面 那我們就單純一點 我就用這種方式把它儲存起來 好 儲存 開始 它現在也是一樣 就是開始做 應該會有出現聲明條 對 好我這邊我先停 我等一下確認一下 有沒有錄下來 反正你只要停 停掉了 它就這個就停止了 所以它就是很單純 幫你把這個聲明 當然它因為這種串流的方式 所以不只是說一定是現場 它放在上面的那些都可以 就是60天以內的 你叫廣播電台來講 就是60天以內的 你任一個廣播節目 你想要把它抓下來 就是用這種包子就可以抓 我剛剛這邊已經把它錄好了 那那個副檔名的話 它剛剛預設這裡 是用什麼TS 因為我沒有直接告訴它副檔名是什麼 在這邊 儲存的時候 我沒有告訴它副檔名是什麼 所以它內定值 剛剛已經幫我把它變成什麼 點PS 雖然看不懂沒關係 那這裡呢 我直接把副檔名改成MP3而已 因為我們剛剛知道 我用的是MP3的編碼 對不對 打開 這樣是不是就抓下來了 好所以這個是 你可以參考看看 如果說您的 有遇到這種 串流式的格式 比較特殊 就可以用這樣直接抓下來 我不是有當年習慣